周久仁用七首歌告知全世界 没有英文和三话 Raw和照样狠诈 一首爷爷泡的茶 去让中国茶道文化 比起那些只知道押韵创作的词 不知道高级了多少 周久仁曾将自己音乐与中国公布画等号 在乐坛上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事 周久仁直接将这首火焰甲唱上了日本舞台 2004年 周久仁在春晚舞台 演唱的歌迷唯一一次 不看字幕就能听明白歌词的龙泉 歌都没有一句中国强大 但这里行间满是中华最强的画面 童年发醒的将军 却让中国象棋 歌曲部分音效 是在公园露出来的侠气实况 此曲将霸气二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双截棍是杰伦发扬中国功夫的作品 告诫所有人勿往国持 以复制名是周久仁录制家庭暴力 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歌曲 2006年 寒流侵袭中国 面对少部分人的重阳为外行为 他给夜创作本草纲目 再三告诫国人 华流才是最牛的 你还知道周久仁有哪些RAP歌曲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